OK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投资分析的时候 有一个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掉的事情 就是股权结构 在这整个的项目本身 评判结束 对项目直接的一些东西评判结束之后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忘记的说 好这个选手他在往前跑 那股权结构表示了什么 股权结构其实表示了 在跟他一起往前走的同行者是谁 我们刚刚说到前面的团队 我们是把它等同为选手 是一个是完全一体的 我们还是作为这个一致行动来看 都称之为团队 那么股权结构是代表了 现在你所看到这个项目的状态 在他的股权结构里面 还有哪些股东 核心的创始团队 就是一方 那么另外如果他有钱去的 这个物资的话 是什么样的股东在里面 这会决定什么呢 决定你所即将要投资的这个项目 它是会成为这个项目 继续往前走的助推器 还是拖后腿的角色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回到最最最最一开始的那一页 然后大家要回顾一下 你要表清楚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 你是在做财务投资 还是战略投资 还是产业投资 因为这个投资目标的不同 会导致你评判这个股权结构的同行者 的视角和对他的态度是不同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是战略投资人 你想要投资这个项目 你希望能够有一个长久的布局 那这个时候如果在 这个项目的过往轮次的融资 整个的股东结构里面 有那种财务属性过强的股东的话 而且他有这样的比例份额又不低 而且还有比如说还有董事会席 就有什么预测投资人等等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要小心一点 就是有可能在一些关键的战略选择的双叉路口上面 有可能董事会上面 大家的意见都会不一样 有的可能会支持创始团队 往更快速的变现的路上去走 或者说更快速的能够赚到钱的路上去走 那还有的话会觉得 整个团队目前的底子还不是那么的稳 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沉淀 包括产品还要再打磨 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第二年 跟着这个行业爆发的时候 去有更强的更持久的长炮的潜力 就刚刚提到长炮的潜力 这样的一种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的 这个通行者 有可能到时候会搞到 就是说来就是给创业企业形成内生 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的这个项目本身 他在最终有一天大成那天之前 他其实会遇到很多的卡 那最不值得的或者说最遗憾的 唏嘘的就是自己作死的卡 那这样的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OK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是一个财务投资人 你想进来之后 我的基金只有三加二 我希望能够是在几年之后退出 那这个项目的股东 如果有非常强的产业背景 就是有可能愿意让这个项目 甚至于亏着往前跑个 四五年的 那你一时半会儿也退不出来 那你也实现不了投资他的目的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到底同行者 是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还是拖后腿的作用 会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融资金融资需求与估值 我们说一个东西贵还是便宜 然后高还是低 那我们说10%100万 有的人觉得贵 有的人觉得便宜 你真的说看他值不值得 这个普通要怎么考虑呢 OK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对于比较成熟期的 辟捷的 像很多时候 他整整个来说是有一个行业里面的 可以参考的倍数的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利润在的话 那倍数 我们说不管说A股这个倍数靠不靠谱 那总之是有可参考东西 当整个行业都一台为参考的 那就靠谱了对吧 大家都在参考它 这个倍数最起码总之也是一个确定的数字 OK 净利润 就是为 等于什么 等于你的这个 profit 这个地方是profit 乘以你的这个PE倍数 就是说当我们在成熟期和偏后期的时候 我们以这个PE倍数是有个很强的参考性的 是因为这个这个公司已经到了一定的成熟的阶段 有了这个他的profit 有了他的利润 那这个利润 本身这个东西是一个目前是一个现状 OK 是一个现状 那么倍数就很关键 我们给什么样的PE倍数很关键 这个PE倍数很多时候 我们说有两类 一类是如果有二级市场可以参考的话 那你就直接参考二级市场给的PE倍数 那但是呢 因为考虑到A股市场的很多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然后可能给一个折扣 那另外一类呢 可能他整个的这个行业 没有上市公司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去参考同类的同行 他们最近拿到融资 最近的一次 比如说一年前的 我觉得就参考价值优先 你一定要看最近的这次公司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倍数 OK 那即使是这两种倍数 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是你在看 其实在我来看 就是他本质是抄答案 他是说这个你考上的考生做到考试 大家互相看看周围的同学是怎么答的 这些答案没人知道 互相看看怎么答的 最后答出来之后 整个12考生里面70% 80% 甚至于90%大家都答的是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说本分7% 80% 90%的人答的是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就对了 未必 对吧 未必 所以说 我觉得 这样的一种倍数的参考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无奈之举 你只能这么做 这么做了之后 因为 我说大家现在做投资 它是一个生态 那大家生态里面 你今天投完下一轮再下下一轮 很多时候大家还参考这个倍数 那所以说大家都基于一个 不得不参考的东西 而且这个参考标准会一直存在下去的话 它就产生了价值 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你这一个 比如说是弊论 你投资它 你以PE倍数 是引上五倍 来投资它 或者十倍吧 你以十倍来投资它 五倍很少 不太可能 你以十倍来投资它 那如果大家都是来基于这个东西 在做横向参考的话 那你的下一轮 它就可以认 在新的这个 Gitabit 或者说引以十倍 就是真正你去 站到业务里面去看 到底实际的业务增长情况 三年后 它能不能够支撑到这个PE倍数 这个东西其实是最重要 就这样的话 还是成熟阶段 对于不成熟阶段 我请问大家 如果没有利润 那大家OK说 还有PS 一般就是三倍五倍 那如果甚至连收入都没有 那你是想过 那些互料的公司 我不产生收入 它怎么过呢 那你又会说了 OK 我可以现有的用户量 你怎么发率 再乘一颗单价 就是业务的规模 对吧 那这个事情 本质上面 融资的需求和估值 说白了是 你今天看着这个赛道 这个选手停下来的车 告诉你说 哥们你要不要 给我加点油 咱一起 你占掉股份 一起有钱跑 那他跟你要加多少油 是合适的 油箱是有一个上限 但是企业的资金需求 看上去是无上限 那这个时候 对于投资来说 真的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他要的高还是低 他这次融资 比如说 他要5000万 他要的是多还是少 更别提 他给你出样的比例 是多还是少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回来回来 你要 我觉得一个比较 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方法 尤其对于无收入 无利润 或者说低收入 项目来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项目 他已经融入到币本了 他的收入是 比如说 今年是100万 那你真的要只给他 500万的估值吗 或者说 你就觉得他要 一个亿 两个亿的估值 你就疯了吗 对吧 那在现在中国的 今天的创投环境下 很显然不是这样 那所以我会怎么做 我会去反过来 以中为时 去判断 你告诉我 你现在是一个 闭轮的阶段 你目前的业务发展 情况是怎么样 你的合理的融资用途 是什么 就一定要看的是 你融这么多钱 你想把它用在哪里 然后你来判断 他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合理 有可能 因为这个行业 这个公司 你是第一次接触 你不懂 但是他懂 你要他解释给你听 比如说 我这次融资 要融1000万 我打算收到百分之十一个一的估值 我们先且不说估值到底合理不合理 我们先看看你要融1000万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你融的1000万到底要花到哪里去 如果说你过到了B轮 你的商业的模式逐渐已经成熟了 那我的产品研发 第一代第二代也已经成型了 而且投入到市场上面反响不错 我现在下一步需要的是 去扩充用户量 去进一步占有市场 那你要告诉 你的市场费用花销是多少 你需要招一个特别牛的 COO 还是你需要去搭建一个递推的团队 那这个递推团队需要多少人 这些人平均工资水平是怎么样的 不同城市大概的量级又是怎么样的 那你1000万里面比如说60% 耗到这个省令另外20% 你说我想持续的做产品的进一步的研发 不断的版本迭代更新 那OK你这个里面要花进去的是 用在哪里另外20% 可能要去做一些这种深度的这种积累 把融作用图解释给你之后 来一起去研究它的合理 就这一点 大家会发现跟前面的某一页又有点 就是这个价值上面的这个 本质上面很类似的地方 就是你要懂业务 否则的话 它的钱到底花在哪里去 你是很难去 说的情意到底合不合理的 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终为始的状态是一定要心态 一定要有 要以这样的严谨性去判断 它的融资额路的合理性 那融资额度 判断完之后 有可能你给它探讨过程中 你会说 它说我要融一千万 我抽到百分之十 那你研究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只需要花八百万 另外两百万 你可能二百都不需要花 哪怕你算上寒冬报来之后 你想给自己打出来付用 那一人有两百万是没必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很靠谱 好我觉得你要的一个亿的估值 那这个时候 因为很多东西没有了更成熟期的这种参考的话 那我觉得跟同类去看一看 说OK 那估值在这个水平 尤其是还要看到之后融资的节奏 对吧 那我在下一轮的时候 我最喜欢是营收已经做到要多少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下来觉得合理 而且是靠谱的话 那我下一次的融资可能我希望估值能到多少 那这一次你的估值要放到多少是合适的 如果你放太高 你之后的融资的估值对你来说压力很大 因为你这一次的估值比如说到了五个亿 那下一次你至少要喊到五个亿以上 那那个时候等到已经到下一轮了 但是你的业务的收入和盈利 又没有办法支撑到还比较弱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面临融不到资的情况 或者说当绕的情况 你的估值下降 那个时候给整个项目发展带来的损害是很巨大的 所以说估值并不是越高越好 这一点跟创始要去沟通清楚 不是说简单的我作为买方卖方 在讨价还价而已 而是更多的我们要从业务真实的需求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说OK 回到刚刚说我们说他要一千万 出版认识一个亿的估值 大家研究下来之后 共同坐在一起来看看这个事的合理性 最后说你只需要800万的估值 但没关系 我觉得一个亿的估值是合理的 那你就少出让股份就好了 你就需要创8% 这个时候对于创始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你所看好的长跑型的潜在 有求长跑潜力的选手来说 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 因为他可以赏息是他的股权 就是当有一些倍数有利润有数字参考的时候 我依然支持和鼓励大家用数字和模型去说话 这是应该的 但是很多时候麻烦的地方麻烦的case的情境就是 你没有一个可参考的标准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不妨试一试这个方法 那我们听过了前面的每个点的讨论 我们回到了投资目标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重新再看这张图 对于不同的投资目标来说 如果是财务投资 那我们关注的就是回报的倍数 资金的成本和你可以等待的周期 如果是战略投资的话 那么你要关注的是 母体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种战略它是有有效期的 它跟你家里面放的食物是一样的 它不可能保证一劳永逸 它有它的有效时间 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战略的有效时间是什么 随着战略的有效时间去调整你的投资方法 第三一个怎么样产生协同供应 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有机会的再探讨 那最后产业投资 就是这个产业有多大的升级空间 产业的演进趋势是怎么样的 值不值得你去做这样的升级 最后一个就是你作为一个产业投资人来说 你去怎么实现上台布局 我们前面讲的各种投资的分析的方法 对于不同的投资目标的投资人 最后回关节目要回到这几个问题上面来 你要去回答自己 你要自问自答去回答这几个问题 来决定你在前面的分析中 是不是合理 在这几个问题里面的分析中 你去回答自己的方法 你去回答自己的方法 你去回答自己的方法